台上秀出一张张魏武营国家艺术中心的历程 五年的淬炼时间内 更有新冠疫情的严峻挑战 还是无法交习高雄市民对于文化艺术的支持热情 魏武营也正式迈入五周年营运 现场出贺嘉宾云集 高雄市长陈其迈也特别历临出席 献上祝福以及感谢 让高雄可以和国际艺文团体接轨 使整个魏武营园区成为南台湾重要的文化基地 那这几年其实在监总监还有文化部的支持 那也有更多的这种国际的艺文团体 来到这个南部 这个对于落实文化的一个平权 魏武营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台湾与国际接轨的一个港部 那当然也有很多的这种 包括在地的南部的这种 艺文的这个团体可以很顺利的在这里展演 也呈现接轨国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除了不仅生态之外 更重要也是一个文化的一个基地 所以今天也特别来感谢 所有在卫武营不管是生态公园运动 跟在这一段长期经营的 所有的艺文团体来表达感谢 魏武营 生日快乐 掌声鼓励一下 谢谢 除了各界重量级艺文嘉宾齐聚魏武营外 文化部部长史则也特别南下出席这场祝贺茶会 史则表示 回想当年任职高雄市文化局长 外界都质疑高雄如何养得起大大小小的文化艺术场馆 其中包括了卫武营 如今事实证明 高雄不仅让文化沙漠成为历史名词 卫武营同时也让高雄 成为世界艺术文化地图中 一个闪亮显幕的标志 认真算应该是31吧 讲起来 这真的是一场高雄人的运动 我特别想提出说 尤其是 从2008年我担任文化局长之后 高雄陆续非常多的文化重大建设在进行 最常质疑我的一句话说 他说这好几万席的席次 你高雄人怎么营运怎么养得起 我每年都要接受这样子的考验 独打很多次 每个人都在质疑说 你高雄怎么可能营运这么多席次 但是今天这个问题并不存在 这是一个伟大的城市转型的工作 而这个转型的工作最终 其实文化沙漠这个词 因此跟高雄绝缘 是郑过来医师的心思明日新城 把山还给市民吧 让我们走进大地之母的怀抱 使城市中的生态岛屿 充满自然生界的合唱 把街渠还给市民吧 让城市不再成为鸟笼 人民走向充满美学的空间 魏武营国家艺术中心 从31年前的军事基地 到为期15年的新建筹备 随后也进入第5年的对外营运 入馆民众已经超过1000万人之外 更有超过1800场的演出 未来也将配合碳权交易所 在高雄的设立 全力打造减碳生态系 邀请大众一起来实现 为武营艺术殿堂 成为永续发展 尽灵碳牌的愿景 明镇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